你所谓的什么没有天才师 那是丢我们情感般的脸 把整个国防部情报主义脸都丢光了 叶祥之是怎么样培养我 老蒋是怎么样培养我 孙子兵法第十三篇的用监篇是怎么样讲的 不可取心于鬼神了 你在搞鬼神的东西 你是不是把整个情报工作整个坛子都砸烂 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 你拿钱来衡量 哎呀你赚多少亿多少亿 那是你家的事 你是惨条啊 你是惨条啊 你跟我们外省人第二代不一样 我们是白手起家 可是他现在不是搞那个叶祥之 现在变成南天元帅了吗 叶祥之如果在天有灵 你不容于他家 可是叶祥之儿子不是大律师吗 为什么不跟他采取法律行动 叶祥之没有对你采取法律行动 那是叶祥之对不起叶祥之 啊搞清楚哦 叶祥之他是学法律的 他没有对你采取任何的法律行动 叶祥之不是叶祥之 叶祥之不是空军转入军的吗 叶祥之不是空军转入军的吗 叶祥之没有把你侮辱他父亲的名 你这件事情 诉足法律行动 那是叶祥之的问题 你不要再侮辱 老叶时代的情报局的 所有人的努力